接下來還有一個考點 還有一個考點是我剛剛這邊講的 168條加上29條 我們剛剛講說雖然未證罪是幾手犯是輕手犯 必須要證人鑑定人或者是同意他什麼 直接還有親自的去實行這樣一個虛偽陳述的構成要件內容 可是問題是說如果旁人予以加工 不管是教書或幫助 他雖然無法成立共同證犯或剛剛講的間接證犯 但是他還是有可能成立什麼 教書犯或是幫助犯 所以接下來的考題他的考點就會落在什麼 就會落在請問教書他人未證 教書未證 教書他人在自己的案件 刑事案件當中做未證 請問可不可以援引164條跟165條 這樣的一個教書他人什麼 指之隱蔽或者是什麼 或者是教書他人 掩免自己的刑事證據 可不可以援引跟比照 我們來畫個圖 我們剛剛在講164第一項加上29條 還有165加上29條的時候 你會發現什麼 他的結論雖然都是不成立 可是按照實務跟學說會有不一樣的做法 164第一項的加29條 按照實務那個24年的那個判例說什麼 當然不法 有講跟沒講一樣 當然不法 可是按照學說是什麼 無期待可能性 那反過來在165 實務突然講說是無期待可能性 就是那個司法院什麼 什麼那個悔 他說無期待可能性 可是在學說基本上是什麼 根本不成立 或者不該當 165為什麼 因為是本人 自己 你是教唆他人 湮滅自己的刑事證據 那湮滅自己的刑事證據 那湮滅自己的刑事證據 本來就不會該當 那怎麼還會有成立教唆犯呢 這是165 165 但是現在要討論的問題是 那168呢 我們可不可以認為 不管你是去比你164 或者是去比你165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請大家看一下這個最高法院的判決 最高法院103年1625號判例 台上1625號判例說 不是判例不好意思 判決 說還是要處罰 所以教唆未證罪有可罰性基礎 請大家看原因 他說被告在自己的刑事案件中接受審判 不可能期待他為真實的陳述 以限於自己為不利的訴訟地位 所以呢 被告在自己的刑事案件為虛位的陳述 乃不予處罰 為什麼 因為你看168條 他的行為主題有包含被告嗎 沒有 因為被告你在刑事證據法上都有不知正義這個原則了 那你講謊話 這件事情本來就是人之常情 就跟被告你會幹嘛 你會去湮滅自己的刑事證據一樣 所以我們165條加一個關係他人的刑事被告案件證據 而不包含自己的 而且在實務上面把那個他人 把那個他人認定是要幹嘛 是非本人 而非本人就是什麼 非正犯也非共犯的情況 反正你就是沒有犯罪之人才叫做他人 所以在這個部分168條他的行為主題沒有包含被告 因為為什麼他這邊就講不可能期待 因為欠缺期待可能性 那因為條文根本就沒有該當 說真的條文根本就不該當 所以就直接會認定說他不會成立168 因為行為主題本身就不符合了 好 那這個實務見解後面繼續講 他說 為此期待不可能之個人主卻責任事有 他是放在哪裡去思考 罪責嗎 他是一個主卻罪責的事有 僅限於被告自己為虛偽陳述的情形 也就是被告他自己走上台前說什麼 說假話 他虛偽陳述 而他陳述的內容就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的事項 他來為陳述 只有在這個情況他才不違罪 可是我們現在要講的是什麼 如果被告這個本人 他叫說他人去做未證的這個情形 會不會讓被告也同樣不成立 叫做未證罪呢 他說什麼 如被告為求脫罪 積極叫說他人犯未證罪 除了將他人捲入犯罪之外 為什麼 因為那個他人本身就可能是證人 那當他是證人公前或公後拒絕之後 他就成立未證罪 所以在實務見解 這個實務見解他就說 你會把他人捲進來 第一個你會把他人捲進來 因為這個他人本身跟你所犯的案件 根本沒有任何一點關係 但是他卻要拒絕之後來呈呈說 你有什麼 我當時沒有看到你在犯罪 他要來在法庭上或在偵查 偵查的這個機關裡面來講假話 你可能會把他拉進來變成什麼 變成犯未證罪的證犯 而且法院更可能 因為誤信該證人經過拒絕後 虛位證言而造成誤判的結果 就是在講虛位陳述 這陳述的內容是什麼 與案情有重要關係事項的情況 嚴重的侵害這個司法審判的公正性 只以愉悅的法律所保護被告單純 為求自己有利的訴訟結果 而採取什麼 訴訟上的防禦或者是辯護權的範圍 且不是一般人認為什麼 是所能允許的 所以應該還是要論教所為正罪 所以在實務見解 這個實務見解其實也有可以被批評的地方 因為他在講所謂的 這個他前面的推論 他的理論基礎是什麼 為什麼被告不所發 是因為欠缺其他可能性 可是問題是說你從168條的行為主體 你本身來看他就沒有包含被告 被告本人他可不可以在他自己案件裡面再當證人 除了共同被告 對不對 除了共同被告 可是在實務上基本上共同被告 不管你在偵查的時候 或是什麼 基本上實務的操作 他也沒有管4-5-8-2相關的那個見解 他就直接說什麼 反正你就是以被告 或共同被告的身份來理論 他不用轉證人 因為轉證人之後還要告知你有拒絕症嚴權 什麼東西這多麻煩 所以他就直接讓你在 共同被告那個身份之下來問 來問這個是實務上一貫的操作模式 所以在實務的見解他就會認為什麼 他就會認為在被告 被告本人 本人在他自己的案件當中 他講假話本來就是可以被期待的 所以他會透過無期待可能性的這個角度 來去思考說他是一個主卻罪責事由 可是問題是 如果我們思考到跟165條同樣的一個情況 被告請問有沒有包含在證人 鑑定人或者是同意的這個情況 不太可能吧 在實務上案件 在一般如果他是單獨被告的話 基本上他會說我又是被告我又是證人 不太可能吧 而且他有可能要當同意嗎 不可能有可能當鑑定人嗎 不可能 所以在行為主體的那個部分 其實早就已經排除了 他就欠缺了行為主體資格 說真的如果你真的要這樣來理解的話 所以變成說實務上很多時候都會把無期待可能性 他可以正確定位他是主卻責任事由 可是他就不會去認定什麼 在構成要件的部分就完完全全的否定掉 所以你看實務見解他一向都是什麼 不然不管他是用什麼當然不法 或者是其他的概念 他都會牽扯到無期待可能性的這個部分 但是在168條168條他在這邊講的無期待可能性 只限於什麼 被告他在自己的案件上為虛位陳述 他是那個虛位陳述的那一個人 而不包含說把別人一起拉進來 叫說他人虛位陳述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103年台上1625號判決 這個第一個部分他在講的就是這一塊 那他後面他後面他就講說為什麼你不可以去援引 二次上至四九七十號判例 他說至本院二次上四九七十號判決 所謂的這個情況 他是什麼 乃針對164條第二項頂替罪所謂的解釋 從構成要件來看 犯人自行隱蔽本不成立犯罪 所以叫說頂替也不成立犯罪 他是從這個判例的意思去看 然後呢 但被告虛位陳述不一定即不成立違證罪 什麼意思 那你說他前面不是講被告 在自己的案件當中稱書不成立違證罪 為什麼現在又推翻自己的結論 他這裡被告講的是共同被告 所以第一點跟第二點講的被告 不是同樣的情況 這邊講的是共同被告 就是有正犯或共犯的情況 但前面講的那個被告 是指在單獨被告的情況 在單獨被告的情況 所以如果你在單獨被告的情況 那你當然 你自己在你的案件裡面講